小朋友优美的歌声响车大厅 也带来浓浓的耶诞氛围 为了迎接佳节 免税店业者在桃园机场第二行下 举办公益活动 邀请天乡笨岗国小和唱团报家音 就是很开心很兴奋 孩子们登上机场国门为旅客献唱 引来围观群众热烈掌声 笨岗国小虽然因为少子化 全校学生人数不到百人 但学校还是积极推动 特色教育课程和社团 学生都是客家子弟 小朋友利用课语的时间 来进行合唱团的表演 提供这个机会 让我们小朋友能到机场这里来表演 现场还打造桃园机场最高的 八公尺椰袋树 更有将丙人分享温暖祝福 机场也有许多节庆布置 营造热闹气氛 在做公益上面 其实我们都一直很有很大的使命 也让旅客有一个圣诞的回忆 然后也让旅客们可以欢欢乐乐的出国 有着成员志工的企业文化 志工团队也陪伴安康启治教养院师生 参访机场国门 近距离看飞机起降 免税链更致赠加菜筋 用实际行动传递爱 TN的新闻林主委刘萱 桃园沉门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